第3286章神秘的五长老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两人也就不再纠结了 现在首要的任务便是调理九头龟的身体 王腾一股脑将所有的修复药物都堆到了九头龟的眼前 九头龟看着王腾这么豪迈的一幕 瞬间觉得自己的头都大了 抬头 想劝说王腾不要瞎折腾 但是见王腾一脸认真的样子 九头龟只能叹息 看来自己之前的样子确实将王腾给吓了一跳 于是九头龟没有任何怨言必开始闭关修炼 见九头龟进入状态之后 王腾也并没有闲着 他搜索着周围一切可以的东西 将周围都找了一圈之后 并没有找到那邪气 咦 这邪气还挺能葬的 我都翻遍了这里 还没有找到他的影子 可别让我带住 让我带住之后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王腾寻找了两圈没有发现目标之后 有些不甘心地念叨 突然 王腾身体一睁 随后眼神清明 还是有些不放心 连忙在九头龟周围设立好结界之后 才离开了轮回真界 回到暗喻之后 王腾便原路返回 很快 他便来到了本体身边 他身边已经围了几个人 王腾连忙隐秘自己的气息 从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待自己适应之后 王腾有些无奈地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几个人 有些不耐说道 几位是有什么事情吗 一直观察着王腾的几个人 没有想到王腾会突然睁开眼睛 他们一时间有些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对着王腾笑了笑 王腾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面前的几位 这几位不知道大半夜趁着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 来他这里做什么 一瞬间 王腾想了所有的情况 开口问道 诸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王腾一直逼问着 其中一个人 也就是之前跟王腾比试的那人 裹着黑袍 走到王腾的面前 王腾因为夜色看不清此人的神态 但是能感受到他上下打亮的眼神 那人低沉着声音笃定道 你刚才不在这里 王腾挑眉 看来这人还是有些东西的 不过不带王腾开口 围着王腾的其他人便替王腾否决了 五长老说什么呢 王腾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 刚刚没有回复我们的情况 肯定是他在修炼 所以才没有反应的 就是 王腾一直都在这里 他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地下离开的 那些人很是笃定 王腾却发现这个被众人称呼为五长老的人 倾笑出声 随后便没有开口说话 众人之所以不看重五长老 是因为他们内心还是有些弃恼五长老之前跟王腾比试的时候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说认输 虽然大家都明白可能五长老不是王腾的对手 但是这么快认输 大家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连带着都对五长老的态度不热络 王腾却留了一个心眼 在他的眼里 相较于其他人 这个五长老很是神秘 当着清廉先尊的面 说离开就离开 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 也正是因为如此 王腾更加好奇这个五长老究竟是何方神圣 五长老一脸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们 背过身 不再说话 那些人见五长老不再说话 也就没有管五长老 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五长老这个臭脾气 其他的人将注意力放回到了王腾的身上 借着夜色 上下打量着王腾 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想看看你有多厉害 王腾听完他们的话之后 沉默着 一阵无语 其他的人也觉得这样有些唐突 谁知道就这么尴尬 扔下几句话之后 那些人便离开了这里 不想再继续下去 他们本来就是互相怂恿着来的 果然 跟他们想象中的一样 只觉得现在的氛围令他们感到一阵窒息 其他的人仿若一阵烟一样 眨眼的功夫 消失个干净 王腾的眼前只剩下一个背对着他的五长老 王腾起身 虚无地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尘埃 语气自然道 五长老这是 五长老转身看着王腾 透过夜色 王腾看到了五长老眼里那一闪而过的煞意 王腾挑眉 看来这个五长老并不像表面上的那般淡定 这时 反倒引起了王腾的好奇 王腾有些想了解这个神秘的五长老 之前通过七长老和八长老的嘴里 可没有听过这个五长老的事情 也从未见过这个五长老 他们也没有说 这个五长老的修为实力会如此高 对于此 王腾并未感受到压力 反而是一阵兴奋 若不是他的计划 他还真的很想跟这个五长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 五长老只是冷恒了一声 语气中带着威胁道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若是你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 不给王腾反应 眨眼便消失在了王腾的眼前 王腾被气笑了 他被这个组织的人折腾的都没有什么脾气了 这些人简直就是来折磨他的 一天天的 一波接着一波的来 简直没完没了了还 等待了一会儿 王腾见这些人终于消停了 没有别的动静了 便松了口气 开始思索接下来应该如何行动 这时 那熟悉的窥视感又来了 王腾僵直了一下几倍 随后便放松了下来 若无其事地闭目养神 很快 天大亮起来 众人也开始纷纷苏醒 王腾看着远方黑压压的一片 他敏锐地发现 经过一晚上之后 远处的凶兽数量越来越多 就好像这些凶兽能无限繁殖一样 下面的众人瞧不了那么远 不知道王腾为何一直面对着北方不动弹了 第一 你们还别说 这个王腾确实有两把刷子 折腾了那么多天 好久没有这么舒服地睡一觉了 是啊 若是没有之前的事情 想必王腾也仅次于四长老的长老吧 且 一个晚上就把你们收买了 瞧瞧你们那点出席 可别想多了 不还有其他长老出力吗 怎么都去称赞王腾了 忘记之前自己说的话了吗 下面又开始骚乱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的 第3287章算计 对于下面的吵闹声 王腾完全没有心思去理会 他神色凝重地看着不远处的地方 这时 一道身影来到王腾的身边 语气平淡 很是笃定到有人动了手脚 王腾有些意外递转头 这熟悉的声音 果然是五长老 王腾并不觉得他跟五长老会这么心平气和 毕竟在昨天他们俩的立场还是完全对立的 五长老继续说道 若是一位弟运用昨天的法子 只会反困其中 王腾看着远方 轻声道 若是不用这法子 下面的这些人只怕很快就死去 五长老一脸差一地看着王腾 他是完全没有想到 王腾居然还会担心下面人的安危 看来王腾的心肠也不坏 不过五长老也并没有完全放松对王腾的警惕 毕竟王腾对于他们来说 威胁性太强了 一不留神 就能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王腾瞥见了五长老那复杂的眼神 失笑一声 这些人真是 眼里的目的没有丝毫地隐藏 王腾并不是担心下面的那些人的安危 因为他已经预感到 若此刻不能将那凶兽朝背后的真相给找出来 哪怕这些人死了 北梁国也并不安全 虽然他对暗欲没有多大的感情 更别说北梁国了 但毕竟北梁国还是有些熟人 王腾并不想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变得满目疮痍 五长老收起了对王腾的探究 望着远处的动静 眼里逐渐开始兴奋了起来 向王腾发出了邀请 王腾 虽然我们不能酣畅淋漓地鄙是一场 但是我们可以比比谁杀的凶兽多 如何 王腾眼里眸光一闪 仿若不畏所动般 比拼杀凶兽有什么意思 这里凶兽的等级不同 所耗费的时间不同 这样比试一点意义都没有 五长老见王腾居然一点都不心动 接着说道 又不是比试这些小喽啰 肯定是去那有问题的地方去 越是凶险的地方 越是刺激 见王腾依然没有心动的样子 他接着说道 下面的人都有其他长老看护着 会出什么问题 比王腾的性格不像是会这么老实 待在这里 王腾动了动手 五长老声音渐渐小了 王腾面无表情地盯着五长老 看到了五长老那飘忽不定的眼神 便知道了其中肯定有些许的猫腻 不然这一直神秘的五长老 为何这两天这么莫名其妙地出现 又说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话 上一秒还跟王腾不对付 说出各种不利于王腾的话术 但是下一秒又好似跟王腾 没有多大的矛盾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组织的特色 容易精分 王腾嘴角上扬 肆意道 既然五长老开口了 我哪有不赔的道理 王腾答应了五长老的邀请 哪怕这五长老有意图 但他的算盘正中王腾的想法 王腾也想看看那边究竟是什么东西 五长老见王腾答应了 便松了一口气 飞快掠过王腾 大放厥词 王腾 你输定了 留给王腾一个远去的背影 王腾并不着急 向下面巡视了一圈 发现下面的人对五长老的动静 好像一点意外都没有 王腾便知道了 这是给自己设的一个圈套 都对到了王腾的眼前 他哪里有不接招的道理 王腾这时反而来了兴趣 有些想知道这些人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王腾便紧随其后 很快 前面的五长老便停了下来 悬吏在虚空上 下面就是汹涌出凶兽的地方 无数凶兽互相撕咬着 都想踏过同伴的身体 往外出去 王腾也停了下来 冷眼看着五长老 直白道 说吧 故意将我引过来 是有什么目的 五长老都摆好姿势 准备对下面的凶兽动手 就听到了王腾质问声 他手一颤 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王腾抱着胳膊 上下审视着五长老 都已经将我引到这里来了 说吧 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王腾乐意奉陪 五长老并未回答 只是一脸复杂地看着王腾 王腾见逼问不出 便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蓄力 力剑出现在王腾的手里 泛着冷光 王腾眼神犀利地看着五长老 随后一个闪身来到五长老的眼前 举剑向五长老刺去 五长老也是没有料到 王腾居然会直接动手 连忙躲闪 虽然躲闪及时 但王腾的剑气 还是将五长老给震飞 王腾眼灵满是杀鹿 既然之前咱们没有比试一场 那么现在也不晚 我们已经远离了人群 来一场光明正大的比试吧 说完 王腾如同一个火球一般 横冲直撞地朝着五长老撞去 五长老连忙记出自己的法器 略为吃力地抵挡着王腾的进攻 砰 两股势力相撞 发出决裂的声音 好似巨雷一般 威压四散 下面的凶兽被压制地死死的 不敢有丝毫的动弹看 远处发生了什么 远处的战声传了过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他们看向远处 只能看到两道光在虚空中厮杀起来 声势浩荡 好似要将天地毁灭了一般 那边打起来了 那边为啥会打起来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五长老跟王腾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 不会是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吧 不能吧 孙上在这里的时候 给了他们机会 他们都没有打起来 跑那么远的地方打起来了 众人议论纷纷 他们都很好奇远处的情况 想知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们不能离开这里 不管多么嫌弃王腾 但是这里确实是这里最安全的地方 相对于寻常人的好奇 这些长老哥哥确实心知肚明 八长老几人聚在一起 拧着眉内心一点都没有放松下来 八长老 你说五长老能成功将王腾留在那里吗 能吧 五长老的实力不用说 跟王腾能打好几个来回 但剩余的话没有说出来 在场的人内心都明白 王腾这人太恐怖了 实力远超于他们 若不是有清廉先尊压着 王腾也不会放过他们